今天加喬液社在東灣Alameda市東海酒家舉辦記者會 宣布香港人氣男團MIRROR中會在4月5日 來到論舉辦慈善演唱會 據悉首輪的演唱會門票已經在2月22日 也就是昨天在Taking Master進行了預售 主辦方表示 溝票情況熱烈 在疫情之前 加喬液社每年都會邀請香港歌手來灣區開慈善演唱會 而這次也是加喬在疫情4年之後首次再舉辦大型演唱會 這次也是MIRROR首次在北美演唱 也是一場慈善演唱會 據悉MIRROR為了這次也做了不少準備功夫 而這次演唱會的收益也都將會全部捐給家喬液社作為慈善用途 作為香港近年來最具人氣的男子組合 MIRROR一共有12位成員 全部都是ViuTV在2018年推出的選手節目《全民造星》的參賽者 比賽結束之後 ViuTV的節目監製人稱花姐王衛軍的建議之下 將12位新人打造成全新的男團組合取名為MIRROR 而據悉今次MIRROR美國之旅將會分為三站 分別是4月5日屋倫、4月9日洛杉磯 以及4月13日在紐約 屋倫演唱會的門票將會在明天 2月24日在Taking Master公開發售 如果民眾想查詢更多詳情 可以聯絡家喬液社 510-839-2022或上網 familybridges.org 天下衛視記者採訪報導